既恭活佛慈讯真恭时尚 庆幸的是你有这一个肉体 你有这个肉体你要好好的利用 今天你得了道 你知道你的真主人住在哪里 好啊那你说这个真人是住在这里 那你嫁人是谁啊 假人是谁嫁人是这个的肉体 你的真人是住在这个肉体里面 那你的真人要接着这个肉体 来做神模式你们想你们的真人 要借着这个肉体做神模式 要行功要做功德 那这个行功功德 这两个字从嘴巴说出来是很简单 功德也有分很多种 有的是真恭时善 有的纯粹是得福报而已 那真恭时善跟福报之两者之中 又有什么差别呢 你们知道有什么差别吗 知道哦 那你们一定能够成仙做佛了 你们也一定能够脱离苦海 不用再受这肉身的折磨 但是是真之还是假之啊 所谓真恭时善 跟你外面不失出钱就寄人 是不一样的那只是你的福报而已 真恭时善不一样的哦 你这一世能够是个有钱人 前世你一定不是很多 就寄很多穷人 你这一世你才能够 有这一些福报你才能够 衣食住行不用烦恼 但是呢 这些毕竟只是 你在这一世中你所能够拥有的 可是呢 不能够真正的指引你一条 能够回天的路 只是一个福报而已 你看看啊 你有钱了 你还是脱离不了思苦啊 生了病死 你脱离得了吗 脱离不了对不对 你花再多钱你拜托医生 你给我再好的药 你吃了药你病会好吗 你还是得要去受这个苦 这是你的病苦所以呢 这个跟真功实善是不一样的 真功实善是要真正的 你能够在得了道之后 你知道你真人住在哪里 你能够利用这个肉身 这个假人去度人去救人 救人脱离这个苦 这个就是真功实善 这个就是真功实善